附近的海洋 澎湖縣政府特別規定 每年有四個月的時間 在一海裡內不得使用底刺網作業 但是就有環保志工拍下 有不肖的漁民冒險使用底刺網 不只違反法規 更破壞了澎湖附近的海洋生態 在統潭 東邊放網 魚餐停在海上準備捕魚 一個個網子被放下海 看似稀疏平常 但他用的網子不是普通的網子 而是已經在澎湖青海被禁用的底刺網 放網畫面遭到環保志工清楚拍下 畫面上旁邊海洋還清晰可見 魚船就已經放網作業 甚至使用的還是澎湖目前 時間禁止使用的底刺網 環保志工看到馬上靠近拍車 洞湖以新鮮海產著稱為了保護生態 洞湖縣從107年開始就已經公告在每年的三四月 還有七八月靠近海岸一海裡內 是不得使用底刺網來作業 不過相關規定依然讓鮑魚之工十分不滿 通路的海洋因為魚居的進步資源逐漸枯鮮 政府也針對特定漁具進行禁用 但是總會有不效漁民 為了增加漁獲去使用遭到禁止的漁具 不只會遭到相關局處裁罰 更會造成海洋生態的破壞 記者郭炳佑林靜同 澎湖採訪報導